五岁时被父母遗弃 长大后他亏本帮乡林卖山货 回报大家的一两恩情吧 冲获幸福不久 他的人生又一次遭到重创 他都不愿照镜子 情绪回转不稳定 基本上不怎么说话 也不怎么出门 负债累累 他的家庭几乎破产 把所有的亲戚 基本上都接了一个遍 扶贫先扶制 帮扶干部让他看到希望的曙光 他们的两不愁三保障 全部得到了解决 立志传承外婆的味道 他的行动却接连受阻 我觉得挺难的 就那个场地肯定是不行 我说下就下 迎难而上 他尝到了人生另外的味道 我一家就是致富不算富 全村致富才算富 亲友团隔空送祝福 意外惊喜让他泪洒现场 陕西卫视大型爱心猪农类人物访谈节目 脱贫路上 今晚为您讲述 商货妹妹的人生五味 敬请收看 精准扶贫 你我同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陕西卫视爱心猪农类人物访谈节目 脱贫路上 我是主持人刘芳 节目一开始 依然要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如果现场的观众 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随时来举手示意我 我们和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当然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要给大家先来看一张照片 照片当中 这个背着竹楼的女孩 就是前段时间 很多媒体报道过的山货妹妹 其实很多网友在网上都积极地留言 而其中评价最多的就是说她懂得感恩 看似非常平凡和普通的一个背影 很普通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大家为什么会叫她山货妹妹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我去看一下今天去收点东西 收点山货 走到这里有一家正好是做主意品的 陈薛才是村里为数不多制作主意品的人 每次来收山货 刘青青都会跟她学习一下制作主意品的技巧 她认为把产品卖出去是一方面 把这种传统的主意品制作工艺传承下去 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便利 你这个屋里还有没有走好的那些 小点的那些成品呢 我帮您拿去买 还有一点不多 就这些不 嗯 就这些 好 坐啊 好 那你先忙啊 东山寨村的山谱沙 生长着种类繁多的野生中药材 其中以蛟骨栏最为有名 这个好小啊 现在还 现在比较少 然后我在路边正好看到有一点野的蛟骨栏 它主要是制三高的嘛 虽然它有点苦 但是效果挺好的 有时候小孩子可以泡水喝 也可以放一点点 现年76岁的吴少淳老人 是村里的贫困户 平时会在家门口的空地里 种植一些悬参等中药材 刘青青见老人行动不便 就总动上门 把她的药材收走 拿出去卖 好多钱一斤呢 四块嘛 四块一斤嘛 四六二十四的 好 来 给你三十啊 我给六块钱的 没得死 没得死 每次大爷说 给多少就是多少 这么辛苦能帮一点就吃一点吧 怎么说下就下呀 这个天气 这边是卖鸡蛋的 我去看一下还有没有鸡蛋卖 山中的天气阴晴不定 刚走了两户就下起了小雨 柳青青还是决定冒雨多跑几家 这样天晴之后 她就可以出滩售卖了 这次鸡蛋没买到都扶小鸡啊 等以后有了我在那买 来 两户走啊 二户又两户再来 因为土鸡蛋营养价值较高 深受客户喜欢 柳青青决定 带去别家看看 能不能为客户收到一些土鸡蛋 这好多锅啊 二十个 二十个啊 好 把它装起来 好 锅到这 好 天气晴朗的日子 刘青青会在丈夫的帮助下 骑着三轮车 去镇上的桃花溪景区 摆摊售卖山货 这里是我们一个漂亮的桃花溪 就是旅游景点 然后我就是说的乡亲们 他们的商货都在这里摆摊卖 因为这里平时人比较多嘛 叫板堂是吧 这板堂 这玉米熬的 玉米熬的 你亲手熬的 对啊 这个就打开一口就可以吃了 哦 我闻一下 味儿好的很好吃 这是老人家自己种的药材 这个是茶楼 每次采茶的时候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刚刚短片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呢 来自于陕西省安康市的东山寨村 她叫做刘青青 之所以大家叫她山货妹妹呢 是因为青青啊 经常会从村民那收集一些山货 自己拿到景区来进行售卖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平凡和普通的 但是呢 却打动了很多的网友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这位山货妹妹刘青青 来掌声 有请青青 欢迎青青 你好 很温婉的一个姑娘 来 先坐 咱们坐下两个 有请 青青今天一上场让我眼前一亮 今天这个衣服用现在的话说 应该是感觉特香 特别漂亮 看着特别特别的温婉 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山货妹妹吗 我知道 是因为我经常卖一些山货吧 然后所以卖的多了都叫山货妹妹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突然意识到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我了 那个就大概是去年的下半年就是新华社报道过后 就会有很多人关注 觉得开心吗 开心 很开心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山货的 卖山货大概就是2016年 然后10月份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卖了 一般都会卖什么山货呢 卖的种类挺多的 然后今天我也带了一些样品 等一下给你看一下 好 那我们也让工作人员马青青平时卖的这个山货拿上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好 来 有请 我看着种类很多呀 是这样 马青青 你来给大家一一地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叫的那个千层底鞋 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他属于一种浓雅人 然后他自己做的年纪也挺大了 然后他这个每一层都是用布缝起来的 然后一层一层叠 所以我们本地人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千层底 说这双鞋的时间要很长 但是穿着很舒服 因为全是布做的 对 也不会脚臭 还有呢 这个是 这个上面是手工做的 然后就是那个缝纫机缝纫的 下面是这个轮胎底 就是用那个缝纫机缝上的 这个是比较城市化的 城市化的看着它比较好看一点 对 我看上次那种还挺流行的那种夹角的那样的一个小的改良版的布鞋 对对对 除了这些呢 还会有其他的种类的一些商货吗 有很多 比如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 就是山上我们挖的那些山药啊 就是那些山药材 还有就是一些野果子五味子啊之类的 各种各样的蜂蜜啊都挺多的 那今天你在回收这些商货的过程当中 卖的时候利润怎么样呀 基本上是没什么利润的 就是收这些商货的时候 都是按市场价收按市场价卖的 然后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 就是一夜来的就是比较贫困的人 我还会多给他一些钱 哦 还要多给点钱 对 那等于是纯义务的在帮助村民做这个事情 是的 不但没有利润可能有的时候还会亏本 会 看着他们这些邻居 然后有的是家里比较贫困一点 看着可怜 能做一点酸一点 就回报大家的一点恩情吧 童年是每个人最无忧无虑 最快乐的人生时期 然而对于刘青青来说 童年就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五岁那年她被父母遗弃 死后挨饿 变成了小时候的青青最常遇到的问题 村里的好心人不忍心看她挨客 不论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 都会分一些给她 唐祖春就是对青青最好的相邻之一 她有一手好厨艺 时常会为吃不上饭的青青 专门炒几个家常小菜 这也成为了青青童年印象中 最为深刻的几种味道之一 青青小时候我看到长大的 这孩子命苦 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随时给他做一点好吃的 他喜欢吃了 我就给他做一点蛋过来 青青的舅妈即将分娩 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去医院看望 走呀 青青 走 从小就把青青当自己的闺女一样 看着她一天天的成长 结婚 生子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打心而替她高兴 在家休息的时候 刘青青会跟丈夫一起陪儿子学习玩耍 一家三口享受着温馨幸福的家庭时光 当然这种时光是很短暂的 刘青青现在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了帮助村民卖生活上面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慢慢变好了 然后青青为了回报大家 她一天也辛苦 我也心疼她 反正我也一直支持她 刚刚从早前当中我们看到 青青从小可以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那所以这个经历是不是也会决定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目的也是为了能回报大家 是的 我想着我只要有能力了 我能回报他们一点 能做一点就算一点 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好 如果不是他们对我的好的话 或者是说养我的 可能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活到现在 确实感谢我的家人和凝居乡亲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青青这点很难得 特别懂得感恩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爱 让你自己会变得很温暖 也懂得去回报 把这个爱再扩散开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其实现在青青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了 已经结婚了 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那今天我们也把青青的爱人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来 掌声有请她 有请 好 欢迎你来 建民 你好 你好 来 坐到青青旁边 吴建民是青青的爱人 我想先问一下建民 你跟青青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2011年的时候认识的吧 她外婆身体那时候比较身体不好 比较严重嘛 她回去看她那个 看她的外婆 然后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就以后就慢慢认识了 那当时回来看外婆之前 青青当时在哪工作呀 当时我在广东 然后听到就是家里打电话说外婆病了 然后我就请家就很快就赶回来了 外婆当时就已经很严重了 就是做不了手术了 就是她查出来得了那个食道癌 因为之前我也经常回来看她 外面挣了钱呢也会给她 但是我外婆就是挺好 她就是 她就跟我说 她说 我根本就用不上钱 她说 我不用你的钱 她说你自己存着 我说 我也不会存钱 我说 我说那你就当帮我存着吧 然后她才会收我的钱 所以我外婆就是只抱喜不抱忧的那种 所以其实你刚刚也说了 从小因为是跟外婆一起长大的 跟外婆感情也很好 那后来呢 外婆的病情怎么样 后来 后来就是 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然后就这样守着她 每天换班 然后跟家里人 就是后面的尾骨都躺了呢 没过多久她就走了 所以外婆的离去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 是的 因为从小 除了我的姐姐 然后就是我外婆对我最好了 有什么就是 知道我喜欢吃的 她就会留给我 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 最好的人 她帮好的永远是留给别人吃 留给我们吃 就是自己经常吃的就是剩饭 所以其实外婆给你的就像母亲的爱一样 无微不止的光怀 对 建明后来和清清是哪一年结婚的呀 有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在认识了一年多吧 就比较 几次都有 很好的感觉嘛 就是 心里比较合适 我们就觉得 以后都是托付终生的人 这个 我们就结婚了 这是当时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吗 对 这是哪一年 一二年 一二年结婚的 一二年结婚的 一三年的时候 十二月二十五号吧 我们这个宝宝的出世呢 一三年就有了自己可爱 这是小可爱 一三年的时候 宝宝叫什么名字呀 叫吴一阳 宝宝现在也已经四岁多了 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所以说其实自从跟建民认识 到结婚 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 家庭也算是慢慢地 过上了一个幸福的这样的生活 是吗 在没有生病之前 都比较幸福的 没有生病之前 你指的是什么 她在一五年的时候 查出来有癌嘛 谁清清吗 对呀 一五年的时候才 一五年的时候 我们在医院 在我们室里面医院 查出来是宫颈癌嘛 哦 哦 那这个事情 对于家庭来说 又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了 嗯 哦 当时又 刚结婚 又没几年嘛 生活也 也还过得去啊 就她生病呢 家里也没什么钱 然后都 我们在广州去嘛 在她姐姐那时候在广州 我们在广州去那边去看病 以为我们那个医院啊 好像绝对不相信 查错了 想着 对对 心里反正是难受 我们就直接买当天下午 我们结果一出来 我们就直接过广州去了 在广州那边去 还是做了一次检查 还是一样一样的结果 那清清这个生病 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挺难接受的 对自己而言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 最难克服的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 治病就是花了不少的钱 那个时候刚过两年 就是稳定一点的生活嘛 就是突然一笔 这么大的费用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 大便能花了有多少钱呀 花了有二十多万 钱都是我老公和我姐姐 就是把所有的亲戚 基本上都借了一个遍 然后就是有的小的 借了几百块钱吧 就这样慢慢凑起来的 我想除此之外 建民这个经济压力 是实实在摆到面前的 但是我想清清 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刚刚的部署 这个正常的幸福的生活 她自己的精神方面 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 她那时候情绪 非常不好 就是做了个放疗化疗 头发都掉光了 就是直接她都不愿意照镜子嘛 一天一天 反正是情绪非常不稳定 所以其实当时老公是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的 对 当时就是老公和姐姐陪着我 然后我也不愿意照镜子 然后我心情就是也比较低落 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讨厌看自己的样子 就是突然有那么多头发 我头发很厚也很多也很黑 然后一下子做了 那个放鸟就掉光了 就是偶尔还有那么两根 就是像看那个光头墙一样的 就是冒一根头发那种 层次不起 看着就不舒服 那个时候特别讨厌自己 基本上不怎么说话 也不怎么出门 然后就是在医院 为了节省一点住院费吧 然后我姐姐就上班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 我就就是中午就拿个电盘包 在医院里热一点东西吃 然后晚上就坐公交车就回去了 好在通过治疗 刘青青的病情逐渐好转 但是在经历了残酷的放化疗之后 她的头发严重堕落 让她的身体和心理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东山寨村脱贫攻坚住村工作队队长吴庆 了解到情况后多次上门走访 希望能帮助刘青青走出阴影 我就上门去给她做工作 就是想着扶贫先扶治 你得就是思想上 你得现在就是自己有意愿脱贫 然后你才能真的脱贫 经过多次沟通 刘青青在电商扶贫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村脱贫工作队联系相关部门 为她多方协调 最后由政府出资 帮她装修了实体店面 她逐渐开始通过电商平台 把村里的山货售往全国各地 为了解决她家的住房安全问题 住村工作队还为她申请了一套村里的集中安置房 一家三口也正在准备搬入新家 刚刚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 了解到了青青家里目前的情况之后呢 咱们村上的扶贫帮扶干部呀 也在想办法帮助青青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吴队长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掌声有请她 欢迎你吴队长 你好 请坐 吴队长现在是东山寨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 而且你好像也是负责来帮扶青青一家的 对 我是她的帮扶干部 也是工作队长 所以你对她家的情况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非常了解 我是去年开始帮扶的她 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因为当时她们家就是本来还是挺幸福的 就是很幸福的一家三口 条件也还好 后面不是就因为她得了重病吗 就属于又看到有很多外债 就属于典型的是因病制贫家庭 对 我当时那时候帮扶她的时候 我想那扶贫先扶质嘛 你得让她就是自身愿意去脱贫 就是她有那种内生动力才行 然后我那时候主要就是 经常去给她做思想工作 就树立她自己的脱贫信心 现在我们应该说是可以很顺利地 开展这个自己的小生意了吧 但是还是有困难 对 遇到困难了 因为当时这个说起来 还跟清清的儿子的一个味道有关系 清清你不是带的有那个 带的有 对 你可以让大家品尝一下 好 就是她传承她外婆的味道 既然队长说清清带来了 我们先拿上来 让我们的观众先尝一尝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看现在在我手里的这块板糖 我看这好像是花生豆做的 这个是薄果糖 它也是玉米熬好了 然后再做成的 它的形状不一样 配料不一样 所以口味就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香的 等于其实是花生 豆的外面裹了一层玉米糖 对 没错 我刚刚尝了一下 特别好吃 谢谢 小时候是因为跟着我 外公外婆长大的嘛 然后就是家里那个时候 条件比较穷 然后就会做一点东西出去卖 就是做一些糖 就是玉米糖 做一些出去卖 我外婆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经常想念她 我就会吃一块她做的这种糖 所以我想留住这个味道 把我外婆给我的这种味道 以后让我的小孩 或者说更多的人 尝到就是外婆留下的这个味道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 就是脑工艺的传承 还是我 而是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回忆 我们要把那个麦芽 还有玉米 把它生在一起 就是发芽了 发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一起 把泡好的玉米打好了 我们就可以就是熬成糖 奶奶说现在可以了 然后我把它摇起来 刘青青将自己想传承外婆制糖工艺的想法 跟自己的帮副干部吴队长进行了沟通 吴队长非常的认可 并建议他用小作坊的模式来操作运营 第二天 吴队长便带着他的派出单位 广福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同事 去到刘青青 想要建立的小作坊的场所 进行实地勘查 通过勘查 市监所的干部建议不要翻修 直接推倒重建 吴队长考虑 推倒重建 前期投入资金肯定要增加 于是又带着刘青青 来到了广福镇农商银行 寻求资金封面的扶持 正在这时 吴队长接到一个电话 便急急忙忙地带着刘青青 返回了村里 听到这个消息 刘青青刚刚鼓起的希望 瞬间就破灭了 久久不能平复的糖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青青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 自己弄一个小作坊 来生产加工这些糖 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外婆的味道 那对着你知道青青的这个想法之后 你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他当时跟我说这个想法之后 其实我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政府扶贫 主要是扶贫不扶朗汉 你得自己更生 你不能等靠药 我觉得他是 就是一方面是传承这个 另一方面就是也是自身能脱贫 他当时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厂房 你得有地方 就是土地问题 第二个就是资金的问题 因为你不光是那个一两万 你肯定得好几万块钱 他们这儿现在肯定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证兆 证兆就是必须得有营业执照 这三方面问题 那金金刚刚吴队长说的 这三个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 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呀 我想一下就是 想翻修我们那个老房子 他那个老房子 就是在山上 是属于一个那个 就是地质灾害滑坡点 它是坚决不允许健康的 也不允许翻修的 就那个场地肯定是不行 然后我当时就第一时间 给我们之前的党委书记 做了汇报 然后我们书记 听我把他那个前因后果讲了之后 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可以把他做一个典型 就是激发其他评估户的 内生动力 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 就是可以带动 更多评估户支付 然后就是汇报完之后 我们书记第二天 就带领相关部门 就在清新家门口 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 办公会现场 广府镇党委柳金学书记 针对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 做了详细的部署 要办一个小组 实际到几个问题 在明天就要把 过头部门带上 带上去 先给他砍彩 砍彩 前提上头皮身皮和针剪 你就写着他已经办好 好 正照手续等相关问题 资金问题 除了继续跟进农商银行 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政策之外 可以到村里的互助资金协会 寻求帮助 你在这建设这个加工厂来 要带动我们的 本身你自身是贫困户 带动我们十户贫困户 以这个每一户五千块钱的 这个贴席贷款 到你那儿入估来解决 刘青青表示 他一定会努力 把小组房干好 会努力把小组房干好 除了带动协会 要求的十户贫困户 他还励志 要带动更多的村民 跟他一起脱贫致富 刘青青这三个问题 由我们镇上的抗设 来抗设贫困户 这个给书记表个态 态这个事情 我们几个村区官司 大力支持 整个收拾 整出在半个月之内 把这收拾问题 给他抗完 国土部门和时间所 又来到刘青青提供的 备选场所进行实地勘查 经过测量 这块地方 要经过扩建后 才能达到小组房的建设标准 而市监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只要扩建后 能达到三房和排屋等方面的要求 就可以办理小组房生产和经营的相关征兆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这块地方的使用性质 能否从住宅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 刚刚短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无论是国土部门还是市监所呢 都到青青家里做了现场的勘查 到底目前为止 勘查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困难到底能不能够解决 今天呢 我们也把康书记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掌声 有请康书记 你好书记 你好 欢迎您来请坐 书记其实我们其实还是非常着急想知道 目前为止这个事情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好的 刘晋晋 他是我们现在为县政府推出的一个 最强励志标评 他现在所做的这个事 就是我们线上在大力推广的电商扶批模式 就是把咱们通过电商这个平台 把咱们平均地区的产品销售出去 实实在在地增加咱们老百姓的收入 所以我们这样分成重视他 安排了专门干部来进行他手续的跟踪代办 我来负责这个事 经过国座署的干部现场勘察 他这个新场地 他的土地用力性质和安全性符合建房的标准 可以见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场地的问题是解决了 场地问题解决了 另外我们在这个政兆方面 他们事件所的干部全程在跟踪代办 在资金方面 我们通过农上银行 给他带了五万块钱的贴息贷款 然后他自己 层上咱们还有个互助资金协会 他承诺要带领那个师傅的贫困富 来发展产业 所以这块又给他提供了五万元的资金支持 在他这个效益明显以后 咱们镇上还会再给他的强烈性的富士资金 那真是您今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刚刚说到的这三个难题其实都解决了 后续我们还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吗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担 后下我们还会持续跟进 我们想把他这个产品打了成为我们平丽县的一个品牌 我们平丽县它是女娲固理 有美丽的天树侠 高山草店 桃花溪 龙头村 还有长安古镇 万博茶山等旅游资源 每年来旅游的客人很多 我们得想啊 让每一位客人回去吃饭 带一份他的产品 让他传承成外婆爱的味道 这个梦想得以实现 太好了 那清清今天书记来带的这个好消息 应该让你觉得还挺意外的吧 是的 我没想到 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办下来 没想到真的能办下来 真的太激动了 但是我要感谢就是我们县上的 镇上的 村上的各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我不光要承诺的时候 带动这十户贫困负 我还要带更多的那个贫困负致富 我觉得我一家就是致富 不算富 全村致富才算富 刘青青一直在努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除了传统的电商模式之外 他又开启了直播 短视频等新媒体模式 在宣传介绍自己的山货之余 刘青青还把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 介绍给远方的朋友 其实海茶特别辛苦 像我这样性格急着就坐过来 一天像这样考察 一天就是一个人 一天就干得真的采到半斤茶 家中制作的时候啊 手特别的烫 那一炒一半斤茶呢 一放手套就没了 要洗澡要把锅 洗得特别干净要洗好多遍 琴琴我刚看到你好像 现在还在利用直播这种方式 在帮村子里做宣传是吗 是的 因为之前就是 有些网友他买我的东西 然后他就教我 他说你可以把你们那里的好东西啊 还有就是好的一些商货啊 可以通过直播介绍 就是让我们这更多的人 知道你家乡有些什么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家乡的就是青山绿水啊 就是一些好的商货 这些就是老的工业品 大家很热心都在想着给你出主意啊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呢 也想送一些祝福给你 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祝福好不好 来一起看大屏幕 你的故事一直感染着我 我喜欢坚强 乐观 阳光 懂得感恩的你 今天常过生活的苦 都能挺美的 你一定要让你的商货走出坚里 走出中国 我们的功夫是创造的那边 青青你要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祝青青幸福快乐 加油 既然是幸福 有明天在路上 一路亭亭一路走 青青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我知道你要把外婆的板堂传承下去 姐姐很为你高兴 以前我们从小下以为命在一起 经常见面 现在长大了 反而见面少了 但是虽然少了 但是我对你的思念 有真无减 姐姐相信你能做得真好 希望你加油 姐姐永远爱你 谢谢 谢谢大家的祝福 我看 青青青这回也流下了泪水 感动的泪水 刚刚最后的那个就是姐姐 是吗 是的 现在刚姐姐也说了 是很少见面 因为姐姐在广东 因为她要上班 还要带孩子 非常辛苦 离的也比较远 所以就很少见面 还记得吗 有多久没有见到姐姐了 大概也有两年左右了吧 这么长时间了 想她吗 想见她吗 想但是太远了 就是太远忙 因为很难见到 那你转身看一下 后面的那个是谁 姐姐 是姐姐 姐妹俩好长时间没有见了 是 来 姐姐也很漂亮 看到今天妹妹 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我相信姐姐其实是替她高兴的 是吗 是 非常高兴 姐妹俩相依为命 一起走到现在 尤其是清清 生病的那段时间 你是一直陪在身边照顾她的 对 这一路走来很艰辛 那今天清清见到姐姐了 开心吧 开心 有没有什么要跟姐姐说的 我想对我姐姐说的就是 以前 以前我经常会任性 就是经常惹我姐姐生气 然后也会吵架 我姐姐就会每次都是先原谅我 还会哄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最穷的时候 就只有一块钱 然后买了一个面包 我姐姐把多的那一半 留给我 然后她吃了小的一半 我非常感谢我姐姐 对我的好 我想以后 我会对我姐姐更好一点 我以后再也不忍了 生气了 谢谢 姐妹俩的感情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感人 我觉得清清今天有这样的幸福生活 也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的 姐姐有什么祝福吗 在现场也可以送给妹妹 有 因为在我心里面 我妹妹是我最重要的 也是我最爱的人 我经常就会一个人在那里流泪 就是说 哪怕是如果有的选择 我可以拿我的命换她命都没所谓 只要她能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她活得很好 就可以了 我觉得今天 我们看到清清其实是一个 特别腼腆害羞 甚至感觉好像外表有一些柔弱的小姑娘 但是内心是非常非常坚强的 也是因为这种坚强来自于所有人对她的爱 我们也再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送给这个有爱的一家人 那么接下来清清 那就在姐姐的注视下登上我们的荣誉台 好吗 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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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